听了政府工作报告有什么样的感受 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话语 能够我们分享一下 感觉跟去年在大会堂听报告还是有一些区别 去年感觉自己是第一次履职人大代表这个身份 可能更多的是学习 那么今年在激动之余 也是更加能够让我回顾过去的这一年 我们祖国包括我们人民军队走过的这个道路 感觉心里是非常感慨的 那在聆听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 我听到李强总理在对过去一年人民军队的这个完成任务情况 他用了一个词叫出色 我感觉非常的提气 也觉得给我们后面的工作给大家加了把油鼓了把劲 其实这一年我们也关注了很多 关于您的一些 包括是活动宣讲 其实很多都是跟我们的国防教育有关 那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也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提到了要加强国防教育 那其实结合您的岗位 我们知道您也做了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宣讲 您觉得如何让更多的我们的青年们 能够加入到我们这支队伍当中来 去年我也很荣幸的当选了军校形象代言人 这一个小小的身份吧 也是通过很多的活动 我感觉到 我觉得地方青年他们很多是非常有理想的 非常有抱负的 他们也很想很真实的了解我们部队的情况 我们也通过开展这样的活动 让他们更了解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这样人民军队的形象吧 也借此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部队服役 我相信看到您这种青春绽放的风采也会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 那还有一个问题呢是您应该对于把青春献给祖国 把青春献给国防 让自己的青春在国防建设上面去绽放 应该会更加的深有体会 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体会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在我的军旅生涯中我拥有了航母的印记 而且我伴随着辽宁建我们一起经历了新时代十年 也是我们辽宁建从白手起家到现在的这个华丽转身的这样一个过程 可以说呢我也是这个新时代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那么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是因为我当初拥有一个星辰大海的梦想 然后呢我把自己的青春汇入到了我们时代的洪流里 我就拥有了一个这样的回报 我就实现了我的梦想 而且我觉得未来我还会在星辰大海上有更多的经历和更多的收获 所以我觉得把自己的青春融入到祖国的国防事业 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当然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朋友都能拥有我这样的经历 我们都可以把自己的青春融入到祖国的这个国防建设当中去 非常带劲非常的幸福 是的竹梦万里志在海洋 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烙印着军营印记的青春身影 谢谢朱代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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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再见 apert asphalt